12年前iPhone 1发起了智能手机的革命 今年iPhone XS的销售滑铁炉 证明了这一场革命不是一台涌动机 当其他厂商在搞折叠手机这种尴尬创新的时候 苹果已经准备走出硬件市场 去下一盘更大的棋 这就是苹果信用卡 是的 苹果已经准备好了进入金融业 而且合作伙伴就是撒旦本人 哈哈不是 其实是高盛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 苹果和高盛将在未来几周推出内测产品 给员工内部使用 2019年将向公众推出苹果信用卡 让我们先总结一下已知的消息 一 苹果邀请了摩根大通 花旗和高盛比武招亲 最后是以只服务超富人群的高盛胜出 符合苹果用户的理想人设 2.这款信用卡和万事打卡的网络合作 而万事打卡最近又宣布会进入中国 所以苹果信用卡不是没有可能进入中国内地 3.苹果信用卡很可能会提供2%的消费返现 而购买苹果产品的折扣可能会更大 4.苹果信用卡应该会和Apple Pay闪付高度绑定 而专属的信用卡应用应该会和iPhone的健康应用一样 提供一种游戏化的目标奖励 目前我们不知道这款信用卡是否会有年费 新用户奖励或者和其他积分系统的合作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果粉们怎么会能忍得住不去申请呢 对于投资苹果股票的人来说 你需要知道苹果公司为什么要搞信用卡 首先如果开银行是印钞 那么信用卡就是银行的印钞机 信用卡公司通过年费交易费和利息三种方式赚钱 相对小众的美国运通信用卡只有1.1亿用户 2018年的收入就高达100亿美金 苹果有13亿台活跃设备 只要有一小部分用户转化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金矿 其次选择高盛而不适合花旗等银行合作 或许就意味着苹果有意切割有钱人的财富管理市场 这个市场在今天贫富极为悬殊的地球上是个天文数字 私人银行业务目前还是一个需要和客户吃饭打球的传统市场 苹果和高盛应该瞄准了更习惯于用手机处理大部分事情的年轻一代富豪 更重要的是 苹果的真正目的不是成为一家信用卡公司 而是要和谷歌、亚马逊、脸书以及BAT的竞争中毅力不倒 提供金融服务可以给苹果提供用户的线上及线下消费数据 掌握了数据 以后开卡白送一台iPhone给你 又有什么不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